哈喽各位好 这里是业界首个健康类的真人秀栏目 走你晚金哟 我是见证者 天悦在我身边的是体验者 王潘 我们招惯例还是问一下王潘最近的情况 来有请王潘 最近各方面精神状态都挺好 给我最大的惊喜是 我还没开始传天患石呢 我现在的血糖已经正常正常了 那我还录啥呀 没什么好录的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听说你前两天低血糖了 是前两天是有一回低血糖了 因为这个我这可能是降的太猛了 我就正常的跟人打篮球去了 打打篮球就忽然之间就迷糊了 迷糊了 我过那不敢动了 不敢动了之后一两血糖 我这血糖变成低血糖了 这赶快又是连吃糖再吃巧克力 群里面我看那个王平老师 告诉他你赶紧吃巧克力咋咋的 人家王平老师是让你做有氧运动 你做的是剧烈运动 你搞没搞清楚 我这喜欢做这种就是比较像打篮球上的这种 上来就是拼了是吧 对 你优秀了 来那这个血压呢 血压现在基本上也正常了 体重 体重没正常 我刚开始 还准着了 录那个视频 大家无论行为都看过 还有上期录的节目 我这给大家站起来 让大家看看 肚子呢 我这个今天为了就是说 展现出来 我这个肚子剪掉的成果 我这特意穿了一个 这个白眼这个衣服 显肚子嘛 那王潘那你这个血糖啊 就是在你再餐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上下浮动啊 就是刚开始吃的时候 他这个末天高 末天低 大概能浮动一个星期一左右吧 然后就随着我这个体重 减下来之后 我这个血糖也就是 他也不浮动了 也基本上就是定在那儿的 现在就是说 我这个所有的血糖药 已经全部不吃了 那你正常吃饭吗 我正常吃饭 我这个天天 这个吃159跟吃饭 我领不耽误 你是咋吃的 早晨两包159 然后中午11点半左右 吃包159 然后吃饭 下午4点半左右 吃包159 然后吃饭 完了晚上八九点钟 饿了再吃包159 太省事了 啥也不耽误 我这个昨天晚上 我还喝两瓶啤酒 咱们这个空口无凭 咱们还是要拿数据来说话 先测血压 159 103 这种就是头晕啥的状态 现在已经没有了 103 这里面还穿这个羊毛裤什么的呢 它这个裤子也占不少分量 你这是 这属于毛秤 6.7 上上次是14 对 这一次是6.7 血糖我是天天监测的 这能有将近五六天了吧 现在天天是这个数值 给王潘树一个大拇指 这刚开始 这目的不是减肥 我就是往下降血糖 降血糖这一回 我现在我已经达到了感觉 我自己都不想相信 然后 但是我确实做到了 那你想降到多少 我这体重的话 现在我是200 刚才那是203 203的话 我想再减个20斤左右吧 到180 我140 向我看齐 行 没问题 咱们看看 咱们接下来问问这个王平老师 王潘现在的这个血糖值 已经接近于正常 然后呢 血压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理想 体重呢 王潘呢 现在还要再降一些 您看看 给我们接下来出一个 这个吃159的悬案 好不好 来 有请王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佐丹利159 数十前餐的健康导师 我叫王平 非常的恭喜我们的这个王潘 能够在这一段时间的 带餐的过程当中 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状态 实在是太棒了 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 换食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换食的过程的话呢 就是只吃159加百开水 每天的量呢 应该要6到8包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基本要达到这样子 那平常的时候呢 开水一定要足够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经过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带餐 然后我们才进入的那个换食呢 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让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充足的这个营养 那我们的身体才会产生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做这个换食的话呢 我们的结果是非常的良好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 就是一个好的这个足夕时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不要拒励的运动 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为了我们的王潘能够在他的这个期望 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得到他想要的这么一个理想的状态的话呢 所有的健康导师全程都会跟踪进行一个服务 那么这个走单力159数字全餐的所有的这个健康导师 都会为你的健康保家富豪 接着加油王潘 加油王潘